監視器畫面記錄下凌晨地震發生時驚險的一刻 梁柱在搖晃開始沒多久後就隱身斷裂 大樓一二樓也跟著塌了下來消失不見 我們家的廚房都被鑽到壞掉了 你看那個H剛本來是撐的 應該是當它震倒的 那個警察說剛剛倒的啦 換聯市區的統帥大樓在403強震發生時 就因為外牆剝落鋼筋裸路被貼上紅丹 判定是圍樓 沒想到20天後4月23號凌晨花蓮又再度發生強震 2點26分東部外海發生地震規模6.0 花蓮地區震度都有達到伍弱 幾乎全台都有趕 6分鐘之後2點32分 正要在花蓮縣受風箱又發生規模6.3的地震 所有余震不斷 統帥大樓原本還看得到的一二樓 這一次徹底塌心消失 好大喔 撤撤撤撤 撤 不要撤 現場在403強震後 統帥大樓住戶就已經全數撤離 因此沒有人受困 不過民眾著急趕回來 因為自家的寵物還在大樓裡 我們現在看到現在已經倒 一二樓已經被壓到地下 我已經不當頭算 所以現在變三樓 就變三樓 那好這次我們住戶早就全部都已經撤離了 403花蓮強震造成花蓮縣內 共有39處建物受損 其中統帥大樓原先還在評估是否有修復可能 但這回一二樓整個塌了恐怕難逃 拆除命